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演员篇第十八节 吉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最曰,勾子之不欲,虽赏之不欠 吉康子,一个叫吉康的人,患就是一串心嘛 忧虑,心有恐惧,担心,称之为患 搞不定心,老是不安 道,道就是用不力,强取,甚至屈人性命或者伤人身体而获取 称之为道,这种一种粗暴的行为,就是抢劫了 那么问呢,就是门口外面发个声,请试一下 到这门口了,能不能进去啊,后来演变成就是自己不知道不明白的事 就是想让别人告诉,称之为问 对,对呢,就是指相反 称之为对,或者说一双 一阳,一正一凡,一词一雄,一公一蒙,称之为对 对,就是这意思 你在这里呢,就是指挥打 狗就是狗,和我们羊那个狗是一样的 因为狗呢,同人性,在人认为 那么通常人呢,也把狗当作人的一员来对待 但他毕竟不是人,那么当把这个狗当作人呢,就是一种假定嘛 自己的一种设想嘛,自己的一种设定啊 所以就是狗,后来演变成就是和那个全妖狗不一样了 就是假定的意思,或者是就等同 如果的意思 那么子,我们说过 小人,小的人 后来由于这个圣人,贤人,君子的谦卑,经常一词自称 后来这个子被推高了 大家反而认为子是境界高的人 谦卑的态度 或者说明白道理 或者可以当别人的这个指导者 带领大家认识真理真相的人 称之为子 欲呢,就是指 看着锅里头的饭食的那种心情 就是想吃,想得到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是 一种不雅的行为和道 和这个 切是一个意思 就是自私嘛 虽就是指 虽 打完猎,收拾猎物 完毕 称之为谁 那么也代表就是做成了呢 谁了 做成了 那么后来呢 那么对 人类活动的一种假设 那么 做完了怎么做呢 那有个计划吧 所以就是谁 也有代表假设的意思 即便是那样的意思 假订都已经那都是成为事实了 既然也没发生嘛 所以人做计划的时候 会用谁 那么这个谁了 后来又和那个谁啊 为谁的那个谁啊 分开用了 这个谁呢 就是假订 而谁呢 就是真的是做成了 那么这是文字的演变嘛 赏 赏是指什么呢 就是不需要活动就能得到 就给予 或者是说你付出手的劳动 给你更多的 称之为赏 说白了 赏就是不平等 满足人一些自私 叫大家给人建立一种 错乱的逻辑的一种方式 就是赏 那就是不平等 怯呢 就是偷偷的 不让别人知道 到别人家里去 获取 和强强 危及他人性能 甚至身体 不一样的 这是比较 阴暗 但是呢 不是强巧 不是公开的 还有一点 从某种程度上 比道呢 差一些 当然我们今天 就是用偷道 也是一个意思的 当然偷和道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 不公开的 脱去别人的 这个物质 财物或者什么 一种是公开的 就是 嚣张的 头和道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 健康子呢 担心 这些 我们生存的社区啊 环境啊 有人 到 他强强 强盗 那应该是 怎么去治理呢 那么 什么 此栓 是我开 此路 是我开 此树 是我栽 石头 是我掰 要搭 各地方过 要留下买路柴 当然 这种东西 真正人家修路了 是可以收取的 人家付出劳动了吗 你应该也会 你走平坦的路吗 当然了 这些都是强盗啊 就是恶人啊 利用这种 正理 办恶事 当然 他那个盗不是他搞的 那个树也不是他栽的 那坐在那 那可以坐的石头 休息的石头 也不是他白的 那他就说 那就是属于盗了 强强了 你要说你正常的 你修个路 那当然是可以收取了 你为他付出了劳动吗 给别人去问方便吗 当然这点东西 要大家自己去慢慢去别 那么 当然了 可能在 孔子 杰康子 那个时代的 那个人呢 强强的 不少 他们都知道了 应该就怎么去 治理 那么应该 其实那 同步论成的 就是杰康子 就考孔子 孔子直接 一肩到底 一肩子捅到底 而不是说 要去怎么 处理这个 盗的行为 而是说 那个盗 由何而来 你要怎么做 那么 从根本上 清除盗 甚至 切的这种行为 孔子 怎么回答的呢 就说 假如你不想 强强 强弱 这个 不劳而获 就是说 去公开的 肆无忌惮的 去获取他人的 这种物质 粮食 用具 物品 等等 人生活 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 不这样 你即便是 讲上 说大家都要去这么做 人家连偷盗都不偷 偷盗是偷偷的 不像你这么公开的 所以这个盗这个问题呢 孔子 很深的寓意 就是说 上行下效 你自己不那个样子 你是主事公正公义的人呢 你是给大家把事公正的 你是政府的官员 你是政府的政权的代表 你自己不想那么做 你即便是甩赏 谁这么做了 我还给他更高的 别人连偷都不去偷 何况抢呢 所以这个盗啊 你只要去 自己 挣了 那么别人 肯定 不会去 连偷都不去偷 更何况盗户 实际上孔子在这 就是这种含义 那么 杰康子呢 嘿嘿 他觉着 他比孔子在同性 在后面呢 有他的方法 对孔子进行询问 那么孔子也进行了伟大 那么在这 那个地上呢 孔子 说的就比较深 那么也讲出了这个 道理 隐含的道理在里面 那么杰康子呢 希望他能够去 吃透 理解透 那么 显然是没有嘛 军事都已经多了 好 那么这一节呢 都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